轿车急时而过 不过似乎好像有什么异状 下辆车开过去也跟着闪 双黄灯靠边停 驾驶赶紧下车 一边看着马路 一边急着打电话求助 因为他的车没办法行事 接着有骑士经过 左右晃差点摔车 原来他们全都是被这木条害惨了 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生车子 马上跳动 我一度以为我是撞到那个宠物 或者是或者是石头 受害车主赶紧穿越马路 把木条踢到路边 事发在20号凌晨4点57分 花莲新城乡台九线176.6公里 北上车道 一辆义饮车载运货物 疑似掉落长行木条在马路上 导致后方第一辆轿车 右前轮右后轮爆胎 轮框变形 第二辆轿车甚至还爆了三个轮胎 驾驶真的气坏了 因为在母亲回家路上 原本好好开车 却突然撞到东西还爆胎 幸好车数不快没有失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发现在事故发生前 有一辆大货车行经该路段 但是该木条是否为该车所掉落 上代警方调查厘清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条如果车上载的货物 胜漏飞散脱落掉落或气味二臭 可罚驾驶人最高一万八千元 要求改正或禁止通行 载运货物上路还是得把东西绑好 否则让其他用路人会受到生命或财产的威胁 TVBS新闻高中宏李璐花莲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